熟悉的声音如何看待这样的声音回程 确实是这样 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 这种声音确实过去一年多里面听得稍微少了一点 但是现在随着危机渐渐过去 这种声音又是老叫重弹 我们又听到了这不足为奇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 它升值与否 应该是有利有弊 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出口行为比较多的国家来说 人民币如果短期内快速升值 那么当然是弊大于利 而这种情况如果发生的话 那么对整个全球经济来说也是弊大于利 那么我们应该看到 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条矛盾的主线 并没有消失 那么目前来看 就是两种均衡观正在发生一种旷日持久的较量 那么在前不久的G20皮特宝峰会上面 美国提出了他们那种世界经济的平衡观 他认为像中国德国这样的国家出口太多 而美国人呢 花钱太多借贷太多 这个是世界发展的不平衡的主要矛盾 而我们中国提出世界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但主要是南北之间的不平衡 那么我想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这条矛盾主线将推动了我们整个世界继续向前发展 我们看到的很多新闻都将围绕这条主线展开 正在进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是如此的 那么马上要进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也将如此 那我们既然讨论到说七国集团在向中国施压 我们自然也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七国集团未来的命运会怎么样 因为不是已经有人提出要用四国 就是把这个中国美国欧盟日本中国来替代七国集团了吗 对这个提议是美国提出来的 但是其他几方并不乐意 那么我想这个G7的命运到底如何呢 我想它恐怕就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但是呢它这个泄幕的过程当中啊 它还要做出很多挣扎式的演出 这个泄幕的路程恐怕也并不会太短 那么我们想这个前幕节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G20这个皮斯堡峰会上面公布了决议 它将成为今后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个主要的对话平台 我们不能天真的认为 从此中国就站在了这个平台上 并且能够很好的运用这个平台 并且天然的因此就获得了足够多的发言权 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平台之上的 每一个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力量 G7也好G8也好 他们都不会轻易的放弃自己的话语权 同样的在G20这个平台上面 到底这20个国家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起 如何来各自行使话语权 其中的规则是怎么样的 具体的事情怎么发展 我想也并不是此前皮斯堡峰会上的意志 文件声明就可以决定了 所以我们想的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我们仍然要时刻的面对这种话语权的争夺 我们自己仍然要试掩在这种矛盾当中 特别是像G7发出这样的声音的过程当中 来不断的稳步的发展我们自己 好谢谢杨宇的分析 上个月25号伊朗宣布已经开始建设 另外一座半工业化的核燃料浓缩工厂 这个消息呢立刻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重关切 4号正在伊朗访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 也就是IAEA的总干事巴拉底